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体来说 9到25岁 没有性生活史的青春期的女性是接种的最佳年龄 越早注射 抗体越高 效果也越好 到了26岁以上 是否接种育苗 主要是要看育苗的性行为习惯 如果没有性生活史 是可以接种育苗的 效果也是很好的 如果有了性生活史 或者是已经感染了非HPV病毒所覆盖的 感染了HPV病毒 是非育苗所覆盖的类别的富裕 也是可以接种HPV疫苗的 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只是说可能效果会下降 目前我们现在用的三种育苗 都是涉移女孩子打的 对于4架跟9架的育苗 男孩也能够注射 男孩女孩都是能够注射的 目前我们国内就是因为在育苗的临床失业当中 都是在相对的 已婚的年龄 妇女上面进行的 所以在国内不推荐 您会接受下来的时间则 别用上一种育苗的育苗 请您感谢您的目标 听似乎您的心和声音 根本来是什么 ar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